第34届世界亚裔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 即第4届亚洲电影节颁奖典礼 于日前在洛杉矶举行 近400位各界来宾和30多家赞助商 出席了当晚的活动 据介绍 本届电影节送展影片有600多部 和30多个剧本 100多部影片入围 近20部电影获得不同奖项 洛杉矶亚洲电影节主席 霍姆斯·斯通纳 美国国际商会执行会长 世界亚裔小姐选美大赛执行主席 秦家豪致辞 并向最佳外语片 最佳纪录片 最佳短片 最佳女演员 最佳纪录片短片 最佳剧本等获奖者颁奖 我们非常高兴 认为我们今天在做这些美丽的人 我们希望你们都来 享受自己 享受食物 享受这个美丽的酒店 享受这个美丽的酒店 好莱坞制片人 Patrick Neal 女中英歌唱家 杨光等 亚裔小姐主办方 总策划 全美电视台 总经理 Charles Dong 大赛总导演 M3模特学院 CEO 沈平 以及李敏院长 孙雨婷副院长 联合主办方 本届执行主席 徐厅代表 赞助商 亚裔集团美国公司 上台致辞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他们主办方 我相信在我们的主办下 这个亚洲小姐的选美 会成为真正的国际的 international的配景 还有我们只会越来越好 我们只是愿意作为 为宣扬亚洲的文化 在外国 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亚洲的美丽 16名进入决赛的选手 经过激烈的角逐脱颖而出 将才艺 美丽 时尚 与亚洲魅力在舞台上演绎 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 未来的憧憬和人文关怀 最后亚裔小姐冠军 和UPLAB最具人气头衔 被M3优秀学员 Selina Dai获得 亚军和季军 分别是Bella Bao和宇童章 此次活动得到了 众多赞助商和个人的支持 包括从加拿大来的 中美时装周创始人 Kerry Yu 和加拿大环球小姐 Amila Tu等 凤凰卫视 宋承 洛杉矶报道